旅行其实是需要具有一些流浪精神的 这种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 悠然享受和大自然融合之乐 旅行有一种苍凉 浮云有子异 落日故人情 截然一身 引入苍茫自然 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 旅行更有一种逍遥 浑然忘我 与大自然交融的境界令人心持神往